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比特币方面呢 比特币价格在周一早上重新爬上1万美元大关 从这样一来的话呢 从6000美元的底部也已经反弹了超过70% 在今天的热门话题中 我们跟大家再来聊一聊的呢 就是我们对于比特币这个观念的转变 大家知道呢 在去年大部分的时间里面 我本人一直是不看好长期持有比特币 因为觉得它的风险以及它的泡沫呢 是非常的大 但是从今年开始 特别是在过去的几个月时间里面 我的点评也好 分析也好 对于数字货币的这个看法和态度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个变化 那么其实呢 话要说到这上周五啊 大年初一 大年初一的时候呢 按理说是比较平静的 或者说呢 应该是大家在放假 结果呢 我在值班的时候呢 就来了很多的客户 可能平时大家都是上班 所以呢 没空 只能呢 是这个中国新年的时候呢 才有时间 其中有的朋友呢 给我送了饺子 我非常的感谢他们 其实也有一位朋友问到 就说麦克尼在去年的时候呢 一直不看好数字货币 为什么今年的态度呢 发生明显改变呢 那么对此我觉得呢 我要跟大家说明一点 其实在去年的时候 我们知道比特币价格从一万一千上涨到两万的过程中 由于它的涨幅实在是过快 因此我觉得比特币中必然有很大的泡沫 它是需要一个重大的回调来更新 或者说来这个确认它的价值 那么我们在今年一月底的二月初这段时间里面看到 比特币的价格从两万的峰值已经下跌 最多超过了百分之七十 掉到六千美元以下 整整跌了一万四千美元 那么这么大的下跌 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呢 把比特币原先的一部分水分给挤走 第二 我对比特币发生观念性的转变的另一个原因 就是由美国开始呢 正式对比特币开始了他们的洗白行动 我们知道比特币以前都是一个场外交易 没有一个统一的规范性的交易所来约束他们 但是呢 与中国一刀切永远不接受 一点也不接受比特币相比 美国呢 是通过立法 在纽交所和纳斯达克和那个芝加哥交易所呢 正式推出了比特币的期货产品 这样一来的话呢 有很大的几率 美国将会取代中国 对于未来比特币的定价权有非常多的影响力 换句话说 由于美国的这个行为 使得世界很多的原本传统金融的投资者 也开始考虑数字货币 第三点 也是另外一点 就是我最近才从朋友那边知道的 现在越来越多新发行的这些数字货币的定价 不是以美元作为定价 比如说本来发行一个什么 比如说代鼠币或者是考拉币 可能它的发行价是两美元 但是现在的数字货币新发行的价格 是以比特币或者以太币来定价 比如说这个原本两美元的考拉币 现在的定价就为0.003 假设是0.003的比特币或者是0.1的以太币 这条信息这个重量非常之重 为什么这么说呢 它让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呢 比特币和以太币 想做成数字货币中的美元或者说是欧元 我们知道呢 这以前啊 这些数字货币都是以美元作为定价 那么美元还是起到一个核心的作用 但是现在一旦是以这个龙头货币 比如说是比特币或者说以太币来定价 那么这两个货币其实就起到了数字货币中的一个标杆物 或者说参考值的意思 如果他们把自己做成一个标杆物或者参考值 换而言之呢 他们的价格就必须相对稳定 不可能大起大落 如果从这个战略角度来考虑的话 那么比特币未来它不仅仅就是一个数字货币 而想成为呢 数字货币中的美元或者是欧元 那么这样来说的话呢 它在长期的投资价值就远比它本身作为数字货币 要来得多得多 所以说综合上面三点原因我再重复 第一 数字货币经过70%的下跌 其中泡沫被挤出了很多 第二 美国正式立法呢 同意开始交易比特币的期货产品 第三 比特币和以太币 希望通过能够成为数字货币中的美元和欧元 来夺取一个比特币数字货币中的标杆参考价值 正是这以上三个原因 使得我对于数字货币的观念发生了改变 那么这个是从基本面上来看 我们再来看一下技术面方面 我们看到呢 在下面这张图中 这个是比特币四小时图 我们看到它在目前已经重新爬上了关键的维加斯通道线 虽说可能性也不一定是百分之百 但至少是从图形的技术层面来看 现在比特币呢 出现了一个技术性的中期反弹 所以我们原本如果是您不太关注数字货币 不妨花一点时间来了解一下 如果你平时就已经关注数字货币的 那么现在不妨来看一下比特币的图形 最后呢 我们在本周日 也就是这个25号的上午11点30分 会在墨尔本本地东南区举办一场讲座 在这场讲座中 我们将会重点为您介绍一下 数字货币的前世今生 以及他们未来的发展方向 那么欢迎大家到时报名参加 报名电话大家都知道 可以拨打我们的直线 8658-0603 好了 感谢您收看今天 GoMarkets每日曾经点评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